欢迎收听修人世界第554回 海际云和赏语声 奇奇地陷入了沉默 听位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到 博校讲述的内容给两人的冲击之大 无与伦比啊 两人的心中此时如同掀起了惊涛骇浪 一个麻烦便如此之强 别含麾下的其他战步呢 他们此时才发现他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他们把目光都盯在了别含的身上 而忽略了他麾下的其他战步 人的棉树的影 别含顶接战将的光芒掩盖了其他人的实力 无论是心理上还是战略上 摩托连忙把所有的力量呢 都集中到了别含的身上 如果 如果别含麾下的其他战步 都有如此实力呢 两人的心中莫名的升起了几分 不祥的预感啊 无论是海金云 赏羽深藏的还是别含 大概都没有想到 他们此战受到众多巨头的关注 莫名海虽小但是实力强劲 这些年的一些没什么大动作 这次突然动手 自然吸引了众多势力的注意 麻烦此战的情报 通过各种渠道立刻就传到了各大势力的手中 公元小荣仔细地看完了情报 他平静地脸上微微地有一些动容呢 师兄怎么看 林仙儿始终注意着公元小荣的表情 公元小荣的回归虽然说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但是比起当年的光华四射 残军败将 自然就没有多少人有兴趣了 但是在天魂内部 公元小荣的地位依然没有丝毫的变化 无论说是掌门 还是将来要成为掌门的林仙儿 都能够看得出来 这次的挫败 让公元小荣真正的蜕变 当年公元小荣带着残布跋山涉水 经过了无数艰难险阻 终于回到了天魂 掌门只说了一句 小荣成就不可限量 公元小荣有如换了一个人啊 他身上再也看不到以前的骄傲 跋扈和高高在上 他低调坚韧 对门派里的一些咸言碎语完全不在意 而他呢 也变了前所未有的刻苦 他以惊人的速度掌握着神力 并且适应了神力的战法 掌门对他的信念没有丝毫的降低 他依然呢 拥有极大的权力 他身体浅出 并且悄无声息的开始重新 促现自己的战步 以他当年残布为骨干 全新的战步在他日复一日的修炼当中 逐渐的成形了 所以这一切呢 林仙儿都看在了眼中 他知道 小荣师兄只差一个机会 一个让天下重新认识他的机会 一个让他能够再次机身 顶尖名将的机会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所以当他看到小荣师兄脸上的威亚 他有一些意外 这些年小荣师兄低调千人 人也变得更加的沉稳 似乎呢 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动容 工业小荣脸上的惊讶 一想而逝 重新的恢复了平静 他变强了 变强了 林仙儿不禁一愣 我当年曾和他交过手 工业小荣的语气依然平静 他现在比以前要强不少啊 那比师兄如何呀 林仙儿故意的说 工业小荣笑了笑 师兄 你就说说嘛 林仙儿抓着工业小荣的袖子 直接用上了撒娇的绝招 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秦童兄妹 工业小荣的脸上了 浮现了一丝宠溺和无奈之色 同时眼中闪过了一丝 炙烈的战意 嘴里边平淡的说 工业小荣的手段厉害呀 林仙儿一头雾水 这明明是麻烦 怎么师兄 说到工业的身上了 麻烦这些战将 都是工业一手培养出来的 我所以才会说 公孙真厉害 工业小荣解释着 公孙这方面的水平真是无人可比啊 只怕薛东也比不了 公孙一人便足以顶两名顶级战将 林仙儿看到师兄如此推崇公孙 不要嘟起了嘴巴 那他的排名为什么要比薛东差那么多呀 到了这个境界 双方的差距都已经十分的细微 不交手嘛 谁也不知道输赢 就算是交手 影响双方胜败的因素还有很多 很多因素都是个人实力之外 所以强弱之分没有太多的意义 顶级战将的意义大多是战略上的意义 但是公孙厉害的地方在于 他擅长培养手下的战将 这些战将呢 也许没有办法成为顶级战将 但是 他们却能够成为一流的战将 比如说 这个麻烦 以他现在的实力 绝对能够躋身一流战将 一流战将 看上去没有顶级战将那么耀眼 可是对于顶级战将来说 谁手下的一流战将多 谁的优势无疑更大 战术可选择的范围也就更大 再看看 除了麻烦 他培养出来的还有很多 比如说 书龙 唐飞 石东 阿扎格 这些人呢都是一流的战将 就像打牌 这打着打着你就会发现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一手烂牌 已经换成了一手好牌了 这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啊 宫人小荣意味深长 船队在琢磨的睡之下 很快的就飞到了大章鱼的身边 嘿 这章睡着了呀 琢磨舔着脸 故作好奇的凑了过来 何子等于眼中闪过的一丝不喜之色 名门大派出身 对于琢磨身上那股子尸顶的气息 本能的排斥 萧如店 却不露出分毫 啊 他被我们迷翻了 所有的心窍 不过 这个家伙皮糙肉厚 还要劳烦几位搭把手 事后定有中线 我困托光明尾落 各位惊情放心 迷翻了呀 琢磨一脸好奇 又带了几分担忧 哎 我说他会不会 会不会突然醒过来呀 这么一个大家伙 要是醒了 我们那些人可逃都逃不掉了 萧如店心中焦急啊 脸上却不表露分毫 他知道要让这些人下力气 一定要打消他们心中的疑虑 他连忙解释道 啊 我们的魂相隐啊 我说脸直张鱼了 他就是再厉害的怪物 也逃不掉风筝精巧一途 起码要还有两个时辰 这两个时辰之内 他是绝对不会清醒的 哇 这么厉害呀 琢磨一脸的惊叹 是魂相隐 扑腰队昆仑这个 稀罗的老对手 熟的是不能再熟了 两个时辰不一定 但一个时辰 那是绝对的没有问题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琢磨脸上的笑容更加热情 好啊 那咱就动手吧 萧如剑大起过望 咱家一起招呼 完事之后 绝对不会让各位空手而归 直接琢磨 裸起了袖子 就像一个小流氓一样 击鼻高呼 兄弟们 昆仑这样的大文派能看得上咱们 那可是咱们的荣幸 大伙啊 要是再流利 那可就对不起昆仑兄弟如此看重了 萧如剑等人呐 吾吾面露微笑 此人看上去市井气息浓味点 倒也是实情之气 对我昆仑充满惊议啊 萧如剑还是极具丰度的抱全还礼 在下先在这里谢过各位兄弟 以后若用得上我们几个的 尽管开口 左墨大笑了一声 嗨 昆仑兄弟这么给咱们面子 咱们也不能怂啊 来 兄弟们 动手 萧如剑终于松了一口气 终于开始动手了 然而啊 还没有等他来得及做出反应 一股凛冽的寒意 毫无征兆的爆发 瞬间锁定了他 嗯 怎么回事 他心中的阿汉 人类的杀机暴力无比的雀之夜 让他仿佛置身在熔炉之中 刚才还一脸视镜流氓下的家伙 仿佛突然换了一个人 手中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金灯灯的光芒是杀气四溢啊 该死他 上当了 脑袋嗡了一下 可是他反应几块啊 顿时不然大怒 你这个家伙好胆的胆子 手中的飞剑顿时如同闪电一般的朝对方刺去 情急拼命 他没有半戴的留守 这天一抹青色的剑芒亮起 他周围的空间如同水波一般的 焕起了扭曲的波纹 神力 青色的剑芒当中 蕴含着精纯的神力 融合了神力的昆仑剑 以威力更加的惊人 变化也更多 更加的难以猜测 羞如剑如一团 捉摸不定的虚影 竟然险些 挣脱了左墨的锁定 左墨眼中猛的亮起了 丝丝缕缕的金纹 太阳神力 喷波而发 手中的神术瞬间完成 太阳神刺 一束如同太阳光圈四周 闪动着耀远的光刺 从那手上飞出 朝萧如剑 电视而去 金光准确的 和萧如剑的剑芒 碰撞到了一起 碰 青色的剑芒 犹如晶莹的琉璃被击碎了 化作了无数细碎的青色的碎芒 细碎的青芒呢 在空中形成了一圈小风暴 但是 对方的光刺 并没有任何的影响 光刺色泽 暗淡了一分 但是依然于惊人的速度 朝萧如剑飞去 萧如剑是大惊失色呀 啊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幕 人都几乎说 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自己的剑芒 竟然被人轻易的击碎 在天才背出的昆仑 萧如剑那是其中的佼佼者呀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在门派的比试当中 他有着辉煌的战绩 情况危急之下 无暇细想 他也是果决之人 知道到了生死关头 猛的咬破了舌头 用含着神力的鲜血 在他口中迷茫开来 他的眼睛瞬间泛起了一层青芒 他修炼的剑爵呀 是昆仑的三清剑爵 这部剑爵在以前的昆仑 并不受重视 然而在神力改良的过程当中 长老们却惊讶的发现了 这部不受重视的剑爵 却对神力有着极佳的契合 三清剑爵地位扶摇之上 如今昆仑内的弟子有许多人修炼的都是这部剑爵 而肖如剑便是其中的领军人物 他在这部剑爵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苦工 他也成为了公认修炼三清剑爵造于最深的弟子 澎湃的神力在他体内汹涌激荡 他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 这种拼命的招数固然说能够让他短时间之内战力大增 但是会伤及根本 哪怕赢了也最少需要休息半年 肖如剑早就知道这种手段 但是却从来都没有使用过 休息半年和丢掉小面 不需要想他知道如何选择 他的心神前所未有的专注 他抛开了所有的杂念 他不去想这些人到底是谁 也不去想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动手 他的眼中的只有那道太阳神色 犹如电光的太阳神色 在他的眼中变得缓慢 他能够看清楚他的每一处细节 太阳神色和他们的剑芒不同 临时犹如实质 通体宛若黄金打造而成啊 前身密布着细而精美的花纹 古虎的太阳图案可以说是清晰可见 越是看得清楚 他越能清晰的感受到 他所蕴含的强大的威力 怎么可能做到如此地步呢 他有一些诗神 神力凝悟是现在最流行 也是最普遍的手段 但是这根仿佛精心雕准的太阳神色 竟然他展示了对方在神力凝目上的造语高深到了远远超出他想象的境地 但头脑无比的清醒 只是一瞬间呢 他便判断 他的实力和对方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 然而体内澎湃的力量 就像是一头凶猛的野兽脱枪而出啊 他的心底深处猛的生腾起了强烈的战役 能够与如此强劲的对手战斗 哪怕死也不冤了 眼睛深处的金举骇然消失不见 萧如剑猛的一声怒吼 他放开了对体内神力的束缚 不受约束的神力就像出茶的猛火啊 在他体内肆意的左突右冲 萧如剑的身体仿佛燃烧了起来 藏着修炼的每一寸血肉里边的神力被点着了 肆意张狂的在燃烧着 手中的飞剑蒙上了一层怒放的青色 如同青色火焰一般吞吐不定 萧如剑的眼睛深沉如海 扬起了被青色火焰包裹的飞剑 一次 剑身怒放如火的青色神力 如同荡漾起了水波 从剑柄处向剑胶推 当李达剑胶的时候 完成续续的亲蒙 他到了他最强的地步 挣脱了剑胶的束缚 以惊人的速度朝左膜飞去 萧如剑手中的飞剑出现了一刀裂纹 萧如剑的杀招没有结束 一次又是一次 这个动作极快绝伦啊 然而之间连续三次完成 三青剑决的杀招一剑画三青 三道青色剑芒 如同一条直剑朝左膜飞去 而萧如剑手中的飞剑的光芒剑尸 再无半点的青芒 最后一线完成 剑身霹雳哈拉的化作了无数的碎片 第一道青色剑芒 撞上了太阳神色 砰 空中扬起了一膨金色的碎芒 和一膨青色的碎芒 左膜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凝重之色 困兽之斗最是凶悍 谁是以他的实力也不敢不在意啊 就在此时剑芒变化再生 时间第三道剑芒迅速斗增 一头就扎进了第二道剑芒当中 两股剑芒是合二为一啊 如果说知情修如剑的剑芒啊 清澈清盈 如水晶雕桌而成 那此时的剑芒呢 却又如一道汹涌着青色的剑与入操了 无数的剑意汇集其中 层层叠叠 一波一波的 是涌动不兴啊 每一波的涌动 他的威势都会变得更强 更让索墨惊讶的是 他每一次激荡的时间都是极短的 打眼之间这道剑芒的威势暴涨数倍 犹如怪兽流露出了真容的身形 比以前剑芒剑之前的剑芒 那威势何止强大十倍啊 索墨沉喝了一声 浑身的太阳神力激荡 神色肃然 他浑身浮现了密密麻麻的经文 这么看上去呢 是威猛霸气 当经文浮现 索墨的气息是斗人一变 凶悍蛮惶之气 斗人之间笼罩群长 犹如远古巨兽降临人间 萧如剑啊 不可置信的看着坐墨 啊 这是 这是远古的手段 远古的战法大开大合 没有太多的花哨 他们的肉体 比起那些荒兽是更加的坚韧 他们力大无穷 他们摘日揽月 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生命 那是一个迷洋的时代 那是一个令无数人向往的时代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555回